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伟泽 对 差不离 差不离 这刚才是黎张琳正面一个帽 对 我就是说刚才王林青的球 因为对于小后卫来说 一般拔起前场篮球的第一反应是往外晕 对 他不会一转身就往黎抹 因为他背对篮框你不知道后边是什么情况 但王林青拿一篮半球 啪一转身抹进去了 就是说他很有信心 对 这个来之前呢 我特意问了他的主教练 他主教练陈磊 过去北京首钢的队长 问他王林青怎么样 陈磊呢 给了他非常高的平均 王少杰 王少杰 这一招在职业比赛里边 就CBA比赛里边也用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他CBA比赛他不持球 不持球 对 那低位的转身跳投 前场篮板 可惜没放进去 篮球出来还有 他们球没有 CBA的CBA队还没丢分打 转身 好球 自从这个赛制改革了之后 这个星锐队和CBA的两个队打之后 我可以看到明显球员们在场上这个投入程度 包括防守的积极性 这个都增强很多 前几年我们都知道 其实说实话 星锐赛算是一个比较鸡肋的一个环节 他在场上都不会说是那么的投入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两边是对抗能打起来了 现在 对 他们代表着中国体育的两个族群 和两种理念 和两条路 各自都有自己的荣誉感在这 对 不光是场上这些孩子们之间的交锋 两种方式之间的交锋 对抗能打起来了 对抗能打起来了 也是对抗能打起来了 这边是出现了一个崴角 是黎张琳嘛 对 黎张琳崴脚了 咱们看一下 这是退防守了一个快攻的时候 落地的时候 要换人了 这边王少杰是要被挪到中锋的位置上 然后上13号赵百青 从这看一下落地 自己坐到脚踝上了 对 这刚才王少杰地位的单打 死球之后呢 是CBC锐队里边一个领防 然后还是大一生联队还是先打牛角 张宁 身体开路 拖 这太难了 对 身体上来了 毕竟啊这个新鲁队这些球员啊 他平常训练的这个对抗强度 和COB这些球员的训练 对抗强度是完全不一样 是 王俊杰估计来被盖掉 后边还是赵百青顶这个刘传星啊 是 两人身高差距也比较大 是 因为他想靠赵百青去顶 然后王少杰能够来协防 嗯 因为王少杰相对来说 他的协防能力比他的 就是单放能力 对比他顶的能力要强 我看时间了 我看时间了 冲击比没有 他特点对啊 他特点是一个3D 哇 嗯 他被盖掉 又被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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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个还是四个了对王兰青啊 王兰青的弹速可以啊 对 机会三分球 好球 王兰青啊 他的教练陈磊是这么说的 嗯 水平跟陈江华差不多 哈哈哈哈 好我吓着了 我说这个水平 都都觉得自己家孩儿好 是是是 那今天开局确实不错啊 嗯 你回忆一下就是说 你给我显摆你儿子你闺女的时候那个那个表情啊 那今天的这个几位老大哥也在场面关着就是阿联 然后刚才咱们看是有小川 呃这个方术 是 嗯 还有谁呢 哦 张宁 张宁 呃 张宁是不是不太经常用这种方式 不太他不不太打无球的 不太打无球的 这个都出来感觉打了 四倍队一个措手不及 嗯 王俊杰 梦幻脚步 梦幻脚步 但是没任何 这动作啊 其实今天两边做的都都不错 但是呢就是最后终结这一下 是 刚才这个主席台就坐的姚哥姚主席 嗯 哎老马就是说你看一直在让球员啊防守防去 其实现在就是说 因为毕竟啊 说 这个像COBA球员他们在一起打得比较熟了 对 但是像这些新组建的这些CBA球员 如果想把他们迅速的形成进入凝聚力啊 一定要在防守上先硬起来 嗯 老马的意思是上身 嗯 好 十比十 双方呢是进入到第一次暂停 好 今天呢我们的合作洪爱TCL被现场的球员带来 TCL选择探索步骤以及精彩好品 呃第一节呢进入到第一个暂停的时候是十比十 嗯 两边打的步枪上下 这边大学生联队呢是把后卫线上换人了换上贾明如 呃CP队也换了徐杰上了都能上了 呃 江宇兴也上了 江宇兴也上了 呃大面具轮换现在中锋是袁振良 啊然后这个锋线还有黄中旗 对 就是五上五下 嗯 嗯 嗯 刚才那是大学生队的赵百青一个中距离 嗯 嗯 嗯 就是往上来四十五度挡拆对 嗯 现在啊在场上 嗯 哇徐杰 再给出来这球漂亮分等 可惜了 对呃现在CV连队在场上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在联赛里面有稳定时间的对 上上时间最少的是中锋圆振良四川的 嗯 嗯 其他的运动员都是有非常稳定上场时间的嗯 张宁 蓝板 嗯 抢得漂亮 这个球我可以看出啊身体数据真好这个球 对 弹度真快这个球 这就是李伟浩 你刚才打这个三对三的那球员是 其实身体上的就是双方的差异在在迅速的缩小 嗯 这是我这几年看就是大学生球队和职业女员之间交锋 就是最大的感触 对啊 在早期的时候双方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 大学生的身体包括他基本技术就当时还就是确实比较粗糙啊 对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第一届第二届COBA的时候就是基本投篮动作都不是特别的标准 是是 嗯 而且罚球的面中率非常低 对啊 从很多技术细节就看出来 他们有机会 好球 从这几个回合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 星瑞队守得非常积极而且守得也非常大 嗯 党拆之后延误啊都快到中场了啊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联队这两个回合应对的非常从容 是 就是说这些球员 在这个 王岚今天就是动作就是不处你 对 那么到这个球 这个球更是一个特别清晰的体现 这个李伟浩呢也是 马上要参加CBA的神秀 是 许杰 许杰在抛头 好球 房子其实不错啊 切许杰的三分 让他往里走 又蕴子一脚上了 其实前面这一下E&R动作做的挺好 是 王少杰啊在大学生队里面还是有球权啊 这球看这个 细节进入动作的回放啊 少杰的妙传 对 而且现在好多这个我就要知道了解到好多大学的 其实也好的这个CBA一些苗子 夏天啊 嗯 在放假的时候都会到美国去训练啊 对 哦 这是一个投篮犯规 对 嗯 蓝下呢 还是造成了谁啊 李伟浩的犯规 嗯 李伟浩 嗯 这个 本来呢徐杰这边作为职业球员上场 其实 这个 这个 他在名单啊 大学生学员名单里边换过之前 还有一个 这个小小的故事 嗯 也算是小的这个恩怨啊 嗯 因为这个在 一开始在大学生队广东工业大学这个陈国豪 嗯 高中的时候 赢过徐杰带队的那个光明中学 嗯 嗯 但是今天呢 俩人没机会直接在比赛中碰上 是 嗯 我特别 破的很从容 对啊 对 对 你这整个新锐队你防的很大 但是我那三拳两倒之后 就在篮下找到非常好的机会 嗯 刘宇涛 篮下呢是制造了杜仁旺的犯规 想明就是这球给的也很很舒服 就从身体上来看呢 这个刘宇涛 他的 身高已经到了2米10 这个在大学比赛里面是非常奢侈的一个身高 嗯 因为过去呢 就是15年20年前呢有这样 呃身体 天赋的孩子呢 从很小 他肯定就是到这个 就被体校瞧走了 就被体校 对 或者专业队三线队四线队 那时候可能没有四线队的体校 很早挑走了 对 而且呢那时候因为整个大学的训练水平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低的 嗯 家长也不太相信就是在大学里面你能够打出来 嗯 进了大学也就意味着你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 那时候叫专业运动员 对 咱们现在叫职业运动员 嗯 嗯 这个大学生队的主教练 白江指导 是历史上第一位到CUBA到大学领域去深耕的就是前职业运动员 嗯 退役之后到大学 对 慢慢慢慢带动了一批职业运动员 就是在退役之后到大学去深耕去改变了大学的训练质量 对 提升了大学的训练水平 嗯 家长有更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到大学去打球 因为到大学你不光可以打球你还受教育 嗯 对啊 你不光学会打球你还得到了文凭退一万步说 你将来没有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嗯 你也有你的生存立足之本 对 所以其实呢现在大学的运动员呢是在一个更大的群体里面去选择 对啊 人口基数更多 哇 佳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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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大学球员就在场上啊他的发挥更加的从容 就是他很从容 就是我这球呢我输了其实不留人但是我赢了那就更厉害了 是 哦又一次失误 首先护好啊这边 20号是何思雨 这是制造了 啊这刚才佳明如这三分球非常有自信啊这种球 打完拆之后中锋延误 一回身露出这0.5秒时间吧 是 一个出手空间 马上就投出这种三分啊 哎 给出来啊出现了失误 哦 这球 好球 哎这种球就是这种球都不是5050了 其实刚才这球 嗯 CBA连队的机会更好 就是马上要起反击了 对 嗯 第一节 CBA战队 嗯 就是给了CBA星水队一个下马位 没错 现在不带呢 挡拆 许杰 哎给的不错 但是后面呢 其实现在你看场上这个身高 运动条件 现在大学生连队里边 其实他的身体条件是要强于CBA连队的 对 否则你怎么会到篮下那个位置都打不进 对 而且这个说实话 这几个球可以看出来 确实是这些 大学生篮球战队暂时领先着8分 嗯 这个确实从第一节各项数据来看啊 除了篮板球 这个CBA星水队呢 占有一定优势 一点优势之外 多三个 啊这个命中率方面 三分球方面 都是大学生队更有优势 哎呀这个三打一 这个分散给的真是这时间点真不好 对 江伟泽 三打一最后被人家一防三给防下来了 黄正连队的突分给他上线 基本不错 啊还是没有 到现在为止CBA队没有进一个三分球 对 三分球是零 那大学联队里边已经是进了四个 是 从第一节的场面 不抛太比分来说 从场面来看啊 这个CBA这些联队的大学生球员啊 打得更加从容更加自信啊 对 而且从这些小技术来看 嗯 他的小技术真的是比这些 嗯 这个内线球员啊 比如像新瑞新瑞队这些内线球员啊 这个手上的活要好使 对 哎呦 刚才这个机会大学生队的机会 又出在孟翔这儿 就他打得非常的清楚 虽然孟翔没投进 但是到他这儿他是个投手啊 是 这没问题 是王俊杰 嗯 嗯 嗯 这来看看呢 就是 可能 能从 这个基本技术上来看 稍稍微逊色一点的这个咱们CBA星瑞队里边 能不能 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 嗯 拿去打一打 但是现在身体优势 没啥优势啊 你又没 敢展示他过来 对 人家里边一算算隔空什么 对 第一阶在中段的时候 上了一段身体 这个大延误都延误到中场去了 对 然后这个CBA球员也是非常好的 能够应对出来 对 而且遇到包夹之后 他还能够非常好的把球传出来 第一时间 嗯 而且找到篮下的空位机会 那现在这个大学联队里边啊 是上了刘玉成 嗯 那等于四个北大的球员加一个孟翔 嗯 脱底线的横管 篮板 嗯 而且你看内线卡位 你也没有说是篮板球有特别大的优势 现在啊 张宁今天打的真凶啊 张宁非常凶 嗯 而且你说就是张宁他第一阶就兜出来 接球半转身扔三分 就这种球啊 嗯 这种球他在CBA赛场上都很少打 对 是吧 你说你跟CBA队的时候 他用敢用这种技术动力 嗯给的不错 嗯 打击时间差 但是这边没有缓 没有缓开防守球员 那些要位 嗯 给出来江伟泽三分球 买了 嗯 江伟泽是在比赛里边能投三分的球员 江伟泽能投啊 嗯 江伟泽应该是要参加三分球大赛的吧 嗯 对 啊 43% 每场球平均近2.7个 嗯 接近三个很能投 呃 王少杰中间下去过没有 是不是没有下去过 没有 一直在打 对 嗯 嗯 王少杰和张宁是吧 对 是不是他们俩一直在打 对 这俩人在场上得分危险呀 张宁的外线 王少杰在中距离这个位置 王少杰好球 左手的框头 嗯 推到 四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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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都出去之后 上下有个双眼护 这开局就打了这个配合啊 对 江宁啊 就交给低位 王少杰给出来 赵百青那边空了 看篮板 啊 最后是前场球 嗯 特别人那是认定朱俊龙把球碰出了底线 嗯 你看第二阶老马在方式策略上调整啊 嗯 就是无论如何掐入篮下 嗯 啊 当你到篮下的时候要去夹击你 嗯 以前来说啊 嗯 CBA球队 CBA运动员 防CBA运动员 嗯 很少会用夹击的 嗯 但是 是 就现在你接受这个 比如到篮下有威胁 我一防一防不入 我加低你 对 无论如何不让你在篮下轻空所分 打出去又迫使你中远局里头来 看什么问题啊 现在这个CBA队 对 这边进攻太差了 是 你刚才就是说 我们从第一阶的这个三分球来看啊 嗯 这个一个三分没进 第一阶 嗯 然后篮下几次啊 就只有所勾手啊 都没有打进啊 那确实是不太应该 其实 对 那就是比赛要卸入上股战了 因为第二阶是4比0啊 现在 对 CBA队一分没得呢 刚得一球 赵百青 对 赵百青那个中远距离真好 是 你知道你大中锋出不来之后啊 我哎 我不到篮下去了 我打中距离 嗯 三分九第一个 嗯 CBA第一个三分 还是牛角啊 这边赵百青呢 往来下顺 嗯 嗯 好 打着一个高手的抛头 嗯 嗯 这个大云生连这里边 看是不是要换回门了 那打的耐心 底角江卫泽 好球 追平 三分命中27平 哎 哎 第二阶老马的防守还是见效啊 嗯 好中方呢打成27平进入到暂停 一场由幻想带来的博物男主席 金兽 现在转称 三分 因为是以塔罗科幻蓝 斩获幻蓝 斩获幻蓝王 赛造困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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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会儿嘛 这个体力消耗挺大的啊 我记得去年比赛里 张宁就是打了好长时间 嗯 嗯 王少杰不休息 张宁王少杰 嗯 一劫半了 然后现在这个打后场的 这个还是换换手发了 王蓝千打组织后 组织后位 组织后位 啊 张宁 这球啊 三分弦外制造了反对 嗯 就是节奏也非常好 而且投的也非常有信心 这个球啊 这金兴这个球呢 有点扑的太靠上了 金兴应该是要比这个张宁啊 身高要更高的 嗯 对他 他96 嗯 196 张宁192 嗯 三次打球 可惜第一罚没中 嗯 白江指导这儿 嗯 嗯 是 张宁翘好听他 对 打了包括少杰 你看 在这一段 嗯 他的活力跟第一阶相比 就是明显有下降 刚才那个阵级防守 就是暂停之前的防守 明显看出来 他这个滑动速度 就是在下降 对 三罚一众 是吧 嗯 嗯 看看修别这边 这内外线两个主将 什么时候调一调 嗯 让他们缓一缓 五角一上一下 嗯 并没有打高地位 再接党拆 再接党拆了 嗯 嗯 狂的不错 嗯 最后逼迫对方呢 是一个比较高难度的投篮 嗯 嗯 嗯 另外一侧 对方小姐 高百青又是中距离 啊第二阶 你看到当打不到篮下的时候 再回出来啊 嗯 修别这边的中远距离 是明显下降的 对 嗯 里边刘传星啊 虽然进攻 嗯 西边很少打到他这个点上 但是防守啊 他站里面还是有用 对 反超了 反超 江伟泽 那国际来的那规则没有防守三秒 对 刘传星两米二十 是 往那一站 这球就是 想突突到一半发现前面过了一两米二十的 对 只能在空中你再选择传球 没错 嗯 这边有五上五下 哎 大一声队也是 换上一大个 啊 李伟浩换上来 是 是老马这边五上五下吗 对 嗯 老马 老马大面积的勇 对啊 那么他最终的还是靠体力 嗯 靠身体靠体的靠大球的人多 对去消耗你 嗯 嗯 那就 问题现在 提给白江指导这边了是吧 嗯 张宁 嗯 黄少杰 什么时候的 嗯好球 杜伦望 外线的三分命中 他毕竟是个投手 你给他那边安排站 第一次上来之后 没有给杜伦望那边安排 这个三分流 一位王少杰 一打一 没有来夹击 怎么呢 因为他实际上的小打大 对 那边两米二 要丢 失误 失误 因为王少杰如果他被打 刘传星在那没有空间 他除非他拉出来 嗯 那个上那个谁了 他刚才打的 张正良 打的元正良 元正良 嗯 嗯 光 徐杰 好球 嗯 徐杰那球很聪明 一个变奏 嗯 嗯 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 COB这些大学球员 我觉得应该换一下 嗯 我觉得明显感觉到体能 又在下降了 下降太厉害了 就是累了 而且像少杰刚才那个球 其实 已经转不过来深了 正明现在腿已经没有 根已经不在腿上了啊 已经 嗯 因为怎么样 就是内线呀 其实可以和 王少杰互相换的呀 就是这个李北浩 还有这个 刘宇涛怎么样 刘宇涛刚才上了一 上了一波 两罚不中之后 也没太敢用啊 我这样知道 上了效果不太好 但是 不能就此 不用了 嗯 还有呢就是 这谁 黎张宁啊 嗯 受伤了 张宁把球 二加一 啊 这底线 你的加速 晃过了 晃荣奇 张宁 真壮啊 我感觉张宁啊 身体真好 我感觉张宁这一年的时间里 比去年这个星辰赛 这个进步 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他这个身体的强壮程度 如果对标一个CB运员 就让我想起虽然 嗯 哈哈哈哈哈哈 是吧 嗯 嗯 嗯 当然今天这个阀球不好啊 就是你看他他不光是说我强壮啊 或者说我技术能力怎么样 嗯 就他的比赛感觉是明显是比去年好的 嗯 嗯 那去年的张宁也得分 然后也体现出了天赋 但在场上很多时候表现的就是有点像没头苍蝇 嗯 不不出球的 哎 但是今年咱们再看他呢 能打一些无球 然后能够出一些球 哇 这个 啊 这也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 没有要换的意思 嗯 嗯 嗯 这后卫线上有人换 内线那边其实 其实其实其实他不着急 对面老马着急 嗯 哈哈哈 对对 哈哈哈 老马说你让他歇会儿 嗯 看一下张宁 扑进来 造成犯规 嗯 这身体真是挺好的 对对 就这种球打的就像去年的那个球 那对于张宁来说呢 他如果想冲击职业比赛一个非常大的 问题就在于啊 他的这种打法 你在大学界是没有问题的 嗯 甚至说你效果非常好 但是进入到职业比赛中 呃 你的这个身体啊 你就不占据绝对的优势 没有绝对的优势 没有绝对的优势 说白了哪个队会把球交给你手里 让你这么随便打 对 是吧 那么球权不在你这的时候 那么你在空位 你接着球 头呢又不是你的特长 嗯 啊 包括个人防 其实你看他这个体重 他要是防真正队上就是 一二号位 队比较快的时候 嗯 他就比较难受 二加一 好球 像今天夏天 今天夏天的时候跟王少杰也聊了啊 这个 说第一年打这个CBA去怎么打 我说就想看这个 这个 杨老师说这个 不可能我说一个球里面 第一年瓦索的球都给你打 嗯 你只能打一些空手 只能打一些空手之后 教练用你什么 就是用你防守 你这上了第一个赛季之后 你一定要先把防守先做好了之后 然后打一些空手 得一些分之后 你才能够有逐渐的自己上场时间 对 所以像现在 这些 就算是你在CBA打得特别好的大学球员啊 嗯 如果是来到CBA球队当中来啊 我首先也是先立足 先立足于防守 对 王少杰 后头 前两半球抢个不错 李卫浩 玩下再攻 漂亮 王少杰 这是第二节 就得了这两分 在第一次得分 嗯 江雨昕 招篮下 江雨昕的支配球能力啊 在年轻球员里算是不错 嗯 就像这种球 其实还要跟裁判说 这球犯规了 嗯 作为一个大中锋 都到这个 防状区里边去拿球了 哈哈哈哈 这个还要去找犯规去 嗯 好暂停啊 这边暂停之前呢 大学生队已经是准备换人了 第一节呢 这个大学生队是比前8分 现在这个CBA星瑞队呢 是领先5分 对不对 第二节比赛里是 赢了13分9 那而且第二节呢 这个CBA星瑞队 已经是开始 投进3分9了 是 而打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CBA星瑞队里边 得分最高的是 朱俊龙的7分 啊 这个大学生队这边 得分最高的是 也是 也是7分啊 赵百青的9分 然后呢 张宁拿了7分 嗯 其实像杨儿所说啊 北大王朝 嗯 这些 发挥的比较出色的 现在在场上作为核心的 是 都是来自于北大的球员 今天祝明镇没投准 嗯 就是比赛一上来 其实他的 三分球有一定威胁 对 啊 他平时在 呃 在大学篮球界 他这个身体就无敌了啊 对 风险铁锁 锁谁是谁 对啊 回来就是空位扔着一下 嗯 还有两个底角很准啊 是 今天就是出机会没投准 嗯 没投准之后呢 自己有点就是信心下降 对 还有点犹豫 看着暂停之后老马怎么布置一个底线球啊 嗯 下场比赛呢 还有2分44秒 底线 就差 对 看着这时候出机会了 包容器 明显的就像打底线投手的一个配合啊 对 打出来了啊 就是没投进 大烟雾 好 嗯 直接扔了 哎呦 前场的抢断 是 周明镇 这边没有好的机会 嗯 江雨昕给他罩住了 很低位 黄起来被盖掉 这个时候啊 就只要身体一贴上去的时候啊 这个星瑞星瑞队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身体啊 对 所以这个COB联队要打得更加聪明一点 嗯 嗯 嗯 二次进攻打进了 这是黄荣奇呢 主动的找了一个对抗 嗯 领先7分 这一截等于是CBA队赢了15分球 哎 而且这个时候这个 几个主力都已经下了 下去了 王少杰他们下了 明显感觉这个场上的这个对抗质量啊 嗯 包括处理球的质量就已经下降很多了 对 对 现在就是贾明如欧在场上的作为球队核心 核心 这个星瑞赛和COBA联赛 COBA联队里面能够派出一套两套三套甚至四五套 非常好的这种阵容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大学联赛的水平啊 这是真正的一个提高 嗯 反正从今年的这个阵容名单情况来看呢 就是还是在尝试着让除了北大之外 更多的学校的同学加入到这个大学生联队中 嗯 其实黎章林呢 如果补上呢 他那天不至于这么捉襟见手 对 嗯 就像今天的广工的阿豪 包括这个 刚刚打完的这个COBA的这个全明星的MVP朱崇伟 嗯 其实都是还是没有参 没有没有能够进入到入选啊 是 如果他们几个都能够打回来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内线里面像朱崇伟啊 包括阿豪都能够顶一下三四五号位 对 你都是要得分的 你看他都会 你也是在后面跟着 OK 上场比赛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 呃 一会儿呢 在中场的时间啊 呃 将会是本次CBA全明星周末的这个 各单向赛的预赛 哦 结束 比赛结束之后 因为明显的中场是那个决赛 是 哎 这几位 因为CBA的全明星球员已经是坐在场边了 今天是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来看比赛 是 是 联防 那守了个联防 嗯 哦 113应该是 对 守了个113 哎 杜仁旺自己没投 转底线 哦 自己给自己给运没了 其实以杜仁旺的这个高度 还有他的投篮手速啊 这球自己应该投了 完全可以投了 你就是全队最准的一个人啊 因为到这个江雨昕这呢 江雨昕呢他是善突不善突 对对江雨昕的三分球不是特别好的 啊 这球是直接被江雨昕从手里切下来的 看一下徐杰 好球 转换进攻的三分球 嗯 那这样分差是逐渐的拉开了 42比35 这球记两分 说徐杰采线 嗯 是吧 然后要丢要丢要丢 重心是向前的 中距离没有 对 这阵容真是没丢回手吧 对 徐杰 好球爱的打出了快攻反击 黄荣齐三分命中 对 已经是十分的分差了 这一截应18分 嗯 逐渐在防守上的优势啊 体现出来了 这个老马今天这个排兵布阵啊 是不是有点田击赛马的意思 嗯啊 其实他是把在联赛中有稳定上时间的球员 放在第二阵 放在后边 嗯 对 一个一个外国人 嗯 嗯 他用这一招 他学起了兵法 学起了兵法 哈哈 最后一攻 哈哈 最后两秒 差一点续节 有了 哎呦差一点 好的 这样子半场比赛结束 CBA星瑞队是45比35 30领先的10分 嗯 那我差不多了 我给你带走 这一天 给你带走 我来带走 去的 一天 是 那我看你带走 我送了 我带走 一路 我带走 你带走 你带走 我带走 你带走 你带走 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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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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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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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0比58 分差只有两分 第四节一上来啊 CUBA队把王少杰拿上来了 第三节末段 给了他很宝贵的一个休息时间 没有像上半场那样 用干了也没换 下半场比赛是把王少杰和张宁 两人拆开用 这时候张宁下去休息 是吧 第一位 赵宁的这个防守位置控制得很好 还是双眼后 小明如 好球 那球赵宁想来一个拉根 犯规了 刚才这球如果正面直接上 是不是至少能有机会造一犯规 也难说吧 这后边防的是这谁啊 刘成兴啊 有点有点 有点怕 有点有点 对 他心里有点虚 有点虚了 你看两米二十大劲 所以那个刘成兴啊 我觉得那一步啊 上不来 就是会慢一些 对 对 对 那个 其实今天场上获得欢呼声最大的就是一剑联 嗯 哦 低脚 不如挖到三分球没进 这球被 甲宁如切掉 嗯 拍着反击 好球 嗯 嗯 转得不错 坚决 嗯 篮板 对要要敢进去投这种球啊 你要不投现在内线 你根本打这种球啊 好球 朱铭镇 对 反超了 反超了 你要敢打 就敢敢投这种球 还是打牛角 大哥往下 顺着有点慢 还行 给进去 好球 这球就已经是 离来很近了 是 甲宁如听球的位置不太好 过渡一下 王上杰 走步 走步 有点犹豫 其实呢 在联赛里啊 王上杰进过 底脚的三分球 嗯 他那位置 就是一个中距离 他就是觉得 我进去杀伤 可能把握心 更大一点 对 其实那球 刚才挺在点上的 就是脚底下 没太干净 直接投了 嗯 而且现在 他不投的话 这个大中锋不出来啊 这个杰伤不出来之后啊 其实内线挺难打 好球 赵伟星那个判断不错 是又盖掉了江伟泽 大学生队这边呢 是换上了张宁 那现在就是王上杰和张宁 同时在场上 同时在场了 就准备就最后 这七分五十秒 准备要打到最后吧 应该是 对 而且呢 这个像柱铭阵啊 这属于 嗯 球队里的这个关键三地啊 精英三地 精英三地 下面场呢 也投进了 哎对啊 前场栏目球 防守都没问题 现在应该这五个是 嗯 大学生联队最强阵容了 应该算是啊 啊 这球可惜了 其实已经是撞开了 江伟泽了 转换 黄俊杰 包头 小宁一对一 哦 造成犯规 他的身体啊 现在在整个 包括跟新日 这些比的外线来看 他的身体 真的是占着 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 嗯 嗯 第一发有了 张宁的意思 我上来第一发终于发进了 嗯 可以 哎 反正非非得是两发一中 对 罚出去就知道没了 嗯 62平啊 哎 出什么 好球 漂亮 这球传得漂亮啊 哎 这个赛季啊 我在就是 这常规赛里面一大收获 其实杜仁旺的支配球 是挺不错的 对 他以前很少有结合球支配球 嗯 终结去投这三分 因为赛季是 这个球队 风险上 伤病比较多啊 嗯 我看时间了 嗯 最后一秒 我们就拿下来呢 看一下星锐队里边反击 过 哎 这球 嗯 其实实际不是很好啊 看下方少爹一球 左手都上来 好球 嗯 老马啊 是不是也该挑挑人了 我感觉这拨人啊 二将啊 两个人场均都十分以上 对 出分 张宁 或 跟拔 真是球星啊 哈哈 巨星打法 怎么卖低球啊 嗯 嗯 给回来 哎 机会 对 好球 这是他点 啊 十六分 然后张宁 现在是十三个分 这两位是得分最多的 这两位是得分最多的 相对来说 这个星锐队里边啊 大家得分的分布 比较平均 嗯 大英雄队里边就是上不上 结束的时候 同时说的这个问题 就第一阵容很好啊 但是换到第二阵容的时候呢 稍微逊色一些 这个而且老马今天也是给了每一名球员 正好的机会啊 基本上都是五 五分钟打一半之后 就五上五下五下 是 嗯 嗯 是不是那个谁没打 陈英俊 嗯 陈英俊 我看陈英俊没打 是吧 其他的 嗯 十一个人 都打 都上场了 其他十一个人都打 嗯 陈英俊这个就是 会不会稍微有点不太合适 本来就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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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马 所以老马就没用 不是稍微不太合适啊 嗯 听老马多讲真实 嗯 因为陈英俊是 是前年的状元秀 是啊 啊 第三年了啊 掛到底线区 嗯 拨 拋 拋头短了 嗯 对球是吹了一个篮板球犯规 吹了 张宁 张宁的篮板球犯规 张宁呢 现在是个人的第一次 还是扭脚 嗯 再挡开 嗯 进来 哦 又是造了张宁的犯规了 非常好的一个突分机会啊 没有连 没有连下去 对 那若撤其实已经跑出非常好的机会了 已经 嗯 嗯 这个场边 看见赵继伟啊 深深来迟 嗯 背了一个巨大的包 哦 啊 你不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 哈哈哈哈 看着特别像那种一眼电脑能飞起来那种包 啊 底下能 能喷 喷火是吧 哈哈 嗯 房子还是很大啊 对 王文青啊 哎呦 这球啊差点让王敬杰给断了 嗯 这个 江江伟泽是 特别有条件防全场的 嗯 因为这个球员特别能跑 嗯 体能非常好 哦 张宁 中距离干拔 嗯 过来 三分 好球 这球厉害了 哎厉害 嗯 江伟泽啊 嗯 这球是往前一打 是吧 对 追上去抄起来 起来就扔 对 这球正好是赶到他投篮那个不点上了 特别顺就是 对 他跑那几步就是倒那点了 嗯 踏踏啊 好球啊 好球啊 抄起来就扔了 又回到十一分了 嗯 底线这边呢 没有太好的击球三分球机会 嗯 赵百青一球打 球啊在就是 在张宁手上还是会停时间去长 太长了 因为他只要一拿到球呢 他的用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我能不能打 能不能攻 能不能打 而且他呢就拿到球 一定会啪啪啪 我先晕两下 先摆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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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找节奏 这个就是说大学 因为在大学舞台上 这是球性 嗯 球性打法 大家根据你的习惯去调整 待会就顺着你来 但是呢 你一旦进了CBA之后呢 那就是你必须按照 别人的节奏来谈 你得按 外员的节奏来谈 你得跟N队里 国家队里面的节奏来谈 而且 第四节开始的时候 他主要是现在想一打一的时候啊 基本上老马就像你说的嘛 就会把这个防守 布置得非常密集 对 他身前都会有两到三名协方球员 对 他自己打起来也比较累 最近 因为所有的防守都在强化 都在这一层 都知道现在就要你拿球你就打了 所以说我现在主要的防守点 就放在你身上 快过了快过了 快过了 四五下落呗 人家里边去打 比赛的还有四分二十二秒 现在星瑞队是领先了十一分 你这收比赛的机段 我觉得就是大学生对这边呢 看是不是还是把蒋宁如拿上来 那个谁是没上过呀 大学生这边 那个谁啊 孟祥啊 孟祥上半场上过 上半场上了一会儿 下半场是不是没上 好像是没有 因为上场投了一个三分球没进 就是上的时间很短 很短 因为呢你现在四分钟输11分 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比分 还是从你现在面对老马的 这个针对性防守来说呢 就是你都需要投手在场上 对 还是打牛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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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正良吧 袁正良 封盖高度也可以 可以 出名阵 老板就打好 我觉得这些CUB连队 其实我们看到 他的体能下降非常严重 所以投篮基本上都是短 然后这个命动率下降的 比较厉害 好球 这边是王岚清 给到了赵百青 造成的犯规 这样打下去 赵百青有可能是 今天唯一一位上20的球员 如果两阀都中 18分 那这边马步里换人了 换下了杜仁旺 然后呢是 换上朱俊龙 徐杰换下了 这个江伟泽 赵百青的第一阀也不中 赵百青是身高2米05 清华 清华腹中打的北大的拥 对啊 那今天五个北大的 四个清华腹中 是 突进来抛头 好球 出具楼 漂亮 嗯 左手突破 然后接右手抛头 他主要是第一步啊 过得干脆 是 是 杨明如要一个掩护 啊这是王兰青 王兰青 要一个掩护 直接中距离投了 对啊 王兰青 王兰青今天也是拿了9分 9分 破 王兰青今天这个高后卫 还是体现出他的个人能力来了 嗯 对 现在就是突进去啊 还是有这个能力能够突进去 是 这上半场其实我们看到 几次这个终结 没有终结好 另外他突进去之后 作为一个后卫来说 第一机会还是要找到外面的机会 嗯 打他尽量合理一些 对 这两比赛结束之后呢 是 各单向比赛的预赛 这个 刚才我看那个 赵地伟背那巨大的包啊 嗯 那应该是单向球员的标配 嗯 你看场边地方 你看我看费尔德吧 那是 嗯 啊 还有谁啊 太远看不见了 是白包吗 白包都是背巨大的白包 啊 巨大的白包 啊 试想想 这个白包都是 现在运动员 篮球运动员背都那么大 嗯 你要说在市面上 普通的人背那个白包 是不是像背个大降落伞一样 没有 感觉这个是不是 有点古怪 按一个钮 能飞起来 那种 里边是有 风神榜上的发宝 哦 方 翻天印 搁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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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看看 在单向赛当中啊 各显其能啊 啊 大伙拿什么样子发宝 绝招出来 嗯 但是你就是这个风神 风神榜上有名人啊 嗯 这不是一句骂人的话吗 你讨厌 哈哈 哈哈 因为 这个很多年轻朋友并没有看过原著啊 哈哈 啊 因为 呃 这个是借风神之义 咱们这些全民兴中国 借风神之义 鼓舞大家 对对对对 嗯 形成一个好的环境氛围 你要真是什么都重视援助 再往下一个字一个字就 那 没法解释吧 没没法解释了 对 是吧 嗯 什么样的人在风神榜上有名 这也不能这么说 嗯 嗯 嗯 特别是竞工反归 两分钟 十分球啊 那是把那个贾明卢拿上来 嗯 哇 出分 大胆头这个时候 哎 两分钟了 啊 落后十分了 还往里打的话 呃 投了 贾明卢 对 大胆的这投 你看前面徐杰 徐杰的脚不能跟上 但是上面封不了 对徐杰还是啊 嗯 呃 CBA联队啊 战队里边这几个后卫 现在还是贾明卢 他的成熟度 哎 对 整个技术全民性 嗯 更好一些 哇 嗯 好球 啊 底脚 看三分球怎么样 好的 三分命中 对 这球投进恐怕是锁定胜局了 郝荣齐 嗯 郝荣齐今天还是进了两个左右吧 嗯 不是俩就是仨三分球 哈哈 嗯 撵着进去了啊 这球还确实是像里根 啊 嗯 小里根嘛 哎 那根 他这个身体观感怎么感觉比里根好像还大一块 还还还壮是吧 是不是啊 就是给人的观感 就是给人的观感 因为在这个去年吧 去年应该是张宁成名的一年 嗯 在成名之后呢 自己的这个训练也是一直没落下 嗯 所以这个这一年的感觉还是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进步 是 身体这个宽度上 包括这个技术的成熟度上 那就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进入到CBA之后你是一个球星打法呀 不太好荣誉球队 嗯 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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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啊,大学生连队这边呢,可能稍微的有点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回合布置一个三分啊,先投一个三分看看。 对,我刚才对彭哥非常着急啊,说出机会就投啊,别往里打了。 因为这个时间上呢,确实时间流逝的很快。 2, if you could curl right here and get the shot, take it. If not, curl, throw it into the post, throw it into the post. Everybody else fix. Here we go. 1,2,3, 好,看一下星瑞赛最终的这个收关阶段,现在是80比72,CB星瑞队呢,暂时领先着8分。 这波进攻要快速完成。 对,要抢个三分。 对,要抢个三分。 好球。 连进两季三分球。 所以这个你抢了个三分差五分,其实一分钟你还有得打。 他的贾文柔的头脑啊还是清晰的。 而且呢,这手篮子也是够硬的。 三分三。 能想到说我需要三分球,还能投进。 不着急,不用犯规。 正常防,防下来一个,就有机会。 在这边。 杜伦望,好球。 锁定胜局了。 白鲜,赵白鲜,三分球不中。 徐杰把蓝球拿下来。 这也没有了。 今天黄荣齐和张宁之间的这个较劲啊。 其实黄荣齐能过张宁,因为张宁那横移确实慢。 但是呢,他过完张宁之后,他老失误。 对,不是,因为张宁啊,本身一上来就是给你一种防守威胁。 他很凶啊。 对。 这么壮一人,趴上心事汹汹过来了。 是。 还要布置去打最后一攻吗? 应该是。 很认真啊。 嗯。 嗯。 你好啊。 谢谢。 谢谢。 是啊。 谢谢。 谢谢。 嗯。 比赛呢还有29.7秒 现在呢CB星瑞队是暂时领先的8分 大学生联队这边还有一个边线球的机会 给张宁 差一点啊篮板球抢到了再来一个 哎呀这个球就没有了 对其实外线接到球之后呢可以稍微的停顿一下 然后再穿 因为两个人刚才差点抢到一块有点重叠了位置 对应该就不安排犯规战术了 对最后的13秒 徐杰把时间耗光 好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是CB星瑞队